HELLO 大家好,TOYES TV FIGURE TALK 81集 今次用廣東話和大家做這個節目 但是都會有英文版的 so there will be also an English version later 這次介紹就是三馬鹿日軍的作品 二次大戰,三十二軍的作品 之前他們已經推出了同一個軍團中尉 伊藤幸南 這次是二等兵,叫林托也 說一說歷史 其實這隊的軍團在二次大戰的尾聲 是駐守在沖繩島裏面的 據官方說,其實是真實還原當時日本軍人的形象 當然,這兩個頭雕都很像日本明星的頭雕 就說一說了,這裏有90式的鋼盔 連著內部的仔細部分,即是Liner 是用金屬做的 當然,這一個食物罐,所有的部分 包括碟仔、蓋子,全部都是金屬部分 還有影影 這本的軍人策子其實都能打開的 裡面有沒有什麼文字,我沒有看 這是金屬M的子彈 還有呢,也是金屬的手彈 這雙鞋叫分子防滑鞋 原來在二次大戰已經有這種防滑鞋 真是不知道,以為現在才流行 其實最近都很潮的,可以流行這些鞋 可能日本來講一向都有 有這個袋,這個袋是一些雜物袋 什麼都可以裝 要說說這個番竿,其實是一些trend tool 即是在戰場上經常用的橙 除了有袋子之外,也有金屬 用木棍做的,可以分開 這裡來講得非常精細 好了,我們再提提其他部分 希望不要漏了 另外,這個就是雨衣 在那段時間,太平洋島上也是非常多下雨 其實雨衣有很多細節 這裡就沒有拍到,不好意思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灌圖,灌照 這雙帽,就是典型的日本冰仔的帽子 平時他們都在工作時間或不是作戰狀態 都會戴這些帽子防曬,防雨 頭雕呢,非常像真 也是打了很深的陰影和戰損 看看這個棍刀 這把九十式的布槍上面插了一支棍刀 金屬的,而這把布槍 都是以往一樣用木仔,金屬仔 可以盡量用回原材料去製造 一個1比6的複製品 這個背包呢,當然啦 不用說一定是裝到東西的 那就很多袋 很多繩子 這個其實就是裝一支棍刀 因為平時棍刀就不是裝上一支 補槍上面的 好了,看看車 這裡 看看車子 這些是Gator 那就是前腳的 好,拍照是這個金屬水壺來的 這個皮的袋 據說,很多皮的部分都用真皮做 這個皮袋是M.O.Pouch 其實是裝子彈的 有布製的手套 看看樣貌,真的 都釣得不錯的 挺欣賞它的頸巾和其他軍裝 都釣得不錯的 那繼續看看 90色的槍 那把軍刀也有金屬組 那其實向來GID 或者沙馬路的工廠 都做得不錯 很精細 而且可以拆裝的 就是可以拆和裝 那全把槍都用木掣的 有金屬部分 那把槍都用木掣的 那把槍都用木掣的 可以拉到 單手做不到拆出來的動作 應該是可以活動到的 我們都花了很多時間 把它穿起 我估計一個小時左右 沒有現代那麼困難的 看看包裝 都是一如既往 其中它們的硬盒面 都可以做一個 背景的 那這裡呢 這盒我們就沒有拆出來 但是看看後面 那個盒裡面呢 盒外面呢 都有很多 官圖 我們叫盒 那可以對照 其實產品和官圖 有多少 的相同之處 或者是不相同之處 好 頭雕 我就覺得它那個賤色 即是加了點 墊算或者叫做 墊跡的 髒 其實做得這次很重 真的 好處就是 它有膽做 不好處就是 拍照一下 光線好 就很美 光線不夠 反而就覺得 它的身影打深了 好,繼續看側面,我不太肯定他是哪位明星 好,挺英俊的,大帝帽都挺帥的,像劇王一樣 以往就不太喜歡日本軍人的帽子,覺得他們的設計不太好看 但看現在的行山莊就很像,防曬功能很適合 據看資料,沖繩島或者流亡島呢 那段時間,戰爭的環境狀態是非常惡劣的 這個裝束其實是全裝備,全裝備 很激烈,很多裝備都失散了,或者不太不整 我看到以二次大戰的日軍來說,這套裝備都非常充足 有兩隻士啤手,拿槍手,金屬子彈,金屬酒瓶仔 有多雙分子鞋,這個是比較少見 還有一件魚褲,魚褲其實也有很多細節 看回整套產品,其實我自己都非常滿意 作為二戰粉絲,已經齊備了一套日軍的裝備 希望這集能幫到你更加了解這個作品 多謝收看,拜拜! 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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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令人很iasm 歌唱 歌唱 他為伴侶瓶如魂 和歌唱 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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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